大家好,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叫做Tward Evaluating the Robustness of Neural Networks 这个PPT是我在开主会的时候用的,然后就还没有来得及翻译成中文 我在YouTube和Bilibili上都看到了这篇文章有英文的讲解,但是我没看到有中文的,于是在此做一期 先来说说这篇文章的背景吧,就是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在很多的场景和任务中都有应用 作者认为去评估,去了解这个神经网络的安全性、读帮性是很重要的 这篇文章给出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语音识别方面 研究表明一个可以去产生一个对机器学习算法来讲是语音的一个声音 但这个声音对人来讲却是会被认为是杂音的 于是乎这个用户的智能设备就可能会被控制,而用户对此并不知情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这个恶意文件的分类 同样也是研究表,你在这个恶意文件上做一些小小的改动 就可以让这个分类器认为它是两性的,但它其实还是一个恶性的恶意的文件 第三个例子是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有可能会误判一个受污染的路牌 比如说一个停止的标识上面有一个涂鸦 而自动驾驶汽车就有可能去将那个路牌 停止的路牌认为是一个速度的限制 比如说100公里每小时,而这是十分危险的 根据这篇文章,作者将那些会导致神经网络误判误分类的输入叫做Aversarial Examples 然后一个更加正规的规范的定义就是这样子 给定一个输入X和它正确的类别C新X 可以去找到一个XP作为输入 这个输入的话是跟X是很相似的 但是对于这个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来讲 它会将它分类为T 而这个T的话和X的类别是不一样的 下面这个图片就给了一个视觉的 视觉上面的一个解释 就是最左边的图片是一头猪的图片 在这个图片的基础上做一些改动 类似加上噪声这样的东西 最后虽然说图片看起来还是一头猪 但对于深度学习的神经网络来讲 它会把它分类成一个飞机 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了两个去评估 神经网络鲁棒性的方法 第一个是证明它的下限 但作者认为这种方式是比较难去实现的 于是他们就尝试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构建攻击的算法 然后去测试这个神经网络鲁棒性的一个上限 在这篇文章中他们认为 他们所提出的这个攻击算法是比较强的 然后可以去作为衡量 防御算法或者是评估神经网络鲁棒性的一个标准 这里我想有两点我想稍微提一下 就是第一点 作者仅将本文所提出的攻击算法 用在以图片分类为目的的神经网络上 第二点就是衡量神经网络鲁棒性或者攻击效率 攻击算法的效率的标准是 为了改变分类结果而对原图做出修改的量 在谈技术细节之前 我想介绍一下文章作者评估其提出的攻击算法的过程 其一是通过比较 本文提出的攻击算法与其他已提出的算法的表现 其二是将本文提出的攻击算法应用于攻击一个 采用了防御算法 Defensive Diservation的神经网络 并将其结果与之前攻击无防御算法的神经网络的结果做比较 接下来谈一下技术细节 这里的Distance Matrix 适用于量化对抗样本与原样本之间的相似性的量 本文中作者采用了三种LP距离 LP距离的定义史在这里有给出 就是这个 第一种是L0距离 这个是用来计算对抗样本与原样本中 像素值不同的像素的量 第二种是L2距离 就是标准的OG里的距离 或者叫均方根距离 将之前的LP定义史中的P替换为2就可以计算 在此作者提出 这个距离可以保持的非常小 尽管有很多像素的像素值被改动 只要每个改动都足够的小即可 最后一种是L无穷距离 实际上就是计算两个样本中最大的像素值的差 接下来我想讲的另一个点是Defensive Distillation 这是这篇文章中所提到的一个防御算法 这个算法的核心就是将那个Soft Max Function做一个修改 引入了一个T 这个T的话叫做Distillation Temperature 如果中文直译的话就是叫做蒸馏温度 提出这个算法的研究者 认为这个引入T的话会让Soft Max Function的这个图像更加的平滑 这个防御算法最终的目的是去训练一个鲁邦性高的神经网络 但它的过程就是如这里所述 首先会训练一个Teacher Network 而这个Teacher Network和最终的要训练的神经网络具有相同的结构 这里我们让这个T大于1 然后我们用这个Teacher Network去给训练集里面的这些图片做标识 这里我们用的是软标签 最后训练这个蒸馏后的模型根据这些软标签 这里我想讲一下什么是软标签 就是说在很多的训练集里面都是用的硬标签 就比如说有一个猪的照片在这里 硬标签的话直接标示它为猪 但软标签的话可能就是会给猪及其他的这个类 分类打分 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猪的图片的话 那么猪这个类别的分数就会比较高 而其他类别比如说狗啊猫啊手枪啊飞机啊之类的 则会比较低 这个算法的提出者认为 这个Teacher Network会传达一些隐藏的信息给这个最终要训练的神经网络 这篇文章还提及了其他的攻击算法 其目的就是为了比较他们提出的和这些算法的表现 这里我就不做太多的说明了 为了测试他们的攻击算法 首先得他们得要获得神经网络 获得模型 于是他们就训练了自己的两个模型 根据运用Minist和Saver 10两个数据机 至于比较大的ImageNet 他们就用了一个已经训练好的神经网络 叫做Inception V3来测试 接下来讲一下这个对抗样本的构建 作者希望找到一个与原样本尽可能相似的对抗样本 而这个对抗样本会被神经网络归类为T X加Delta的话就是那个对抗样本 而其内的元素则是图片的像素值 这个像素值已被归一化 所以它的区间是0到1的 接着作者对他们的方程做了一些修改 他们首先替换了方程中的非线性的限制条件 就是CX加Delta等于T 他们用一个目标函数F去替换了它 这个目标函数和这个非线性的限制条件 满足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当且仅当这个对抗样本被归类为T的时候 这个目标函数的值才会小于等于0 他们同时利用了双取正切函数的值域性质 这个函数的值域是从负1到1的 他们通过用这个函10H的这一项去替换这个X加Delta 从而让这个对抗样本中的每一个值都是从0到1的 他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这个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对抗样本从而让这个方程最小化 这个方程的左边是一个距离 距离向而右边则是那个目标函数那一项 C这里的话就是一个tradeoff 相当于是一个权重 如果C大的话这个目标函数所占的权重就大 如果C小的话则距离所占的权重就大 这本文中C的值是通过2X搜索去决定的 这本文中作者也同时研究了不同目标函数的表现 他们最终得出在这里所展示的目标函数拥有最好的表现 对于这个目标函数我们首先看到中间的这个Z Z这里的话叫做logit 就是softmax function的输入 那这个softmax函数的话 它只会对它的输入做一个皈依化 而不改变它们之间的不等关系 意思说假设一个输入 假设一个logit是所有logit中最大的 其对应的输出也是输出中最大的 于是我们看这一个减法这一项 如果一个对抗样本输入到这个目标函数中 如果它会被分类为T那么这个减法这一项则是一个负数 从而最后这个函数会返回这个X和这个负的copa中的最大值 这个copa相当于是一个调节的变量 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一下就是假设说如果这个对抗样本并没有被分类为T 那么这个所有的logit中的最大值的话将不会是T 意思说这么一项的话是正的 但负copa又是个负数 所以的话这个函数的最终返回的值是一个正的值 将这个值的话带入到这个方程里面来 可以看到这个方程并没有往最小化的方向去走 意思说寻找这个对抗样本的方向不对 作者在他们的实验中进行了三种攻击 第一个是L2的攻击 L2的攻击的话就是通过最小化以上这个上面这个方程 文中他们提到了他们采用了这个多起点的T度下降 从而使这个方程去到它的最小值而不是一个极小值 至于L0攻击 因为这个L0距离的表达式是无法微分的 于是他们用了一个另外一个算法 他们首先去规定一个集合叫做allowed set 意思是在这个集合中的像素才能被改变 然后他们通过用L2攻击去寻找这个集合里面 没那么重要的像素值从而将这些像素踢出这个集合 并且固定他们的值 这个过程将持续进行直到L2攻击脚部的对抗样本 于是L0攻击的这个最佳对抗样本就可以生成了 至于L无穷攻击 因为L无穷攻击的距离表达式并不是完全可以微分的 所以作者在此就对其方程做了一些修改 就像这里所示 这里是他们攻击的结果 这里和其他的算法相比 大家可以看到 在他运用他们的攻击算法 这个对抗样本和原样本之间的距离是最小的 而这里评估的是Targeted Attack 就是有目标的攻击的结果 意思说你将让这个神经网络去认为 对抗样本是一个特定的类别 接下来这里的话是Untargeted Attack 就是无目标攻击的结果 作者认为这种攻击方式是没那么高效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距离的话 尽管和其他的攻击算法相比 他们的这个距离是相对较低的 但是相对于前面的Targeted Attack是要高的 这个无目标攻击指的是 只要能让这个神经网络将这个对抗样本 归类为非X的正确样本即可 作者同时还将他们提出的攻击算法 用于攻击一个采用了防御算法的一个神经网络 大家可以看到相对于之前 没有采用防御算法的神经网络 这个距离的话并没有太大的提高 意思说这个Defensive Desolation 这个防御算法并没有显著的提高攻击的难度 这个图展示的是对抗样本与原样本之间的距离的均值和这个 振留温度之间的关系 根据提出Defensive Desolation的研究者的说法 随着T的增加 这个攻击的难度应该是增加的 但实际上根据本文的实验结果来看 随着这个振留温度的增加 对抗样本与原样本之间的距离的均值并没有显著的增加 也就是说对于他们的攻击算法来讲 这个温度增加 振留温度的增加并不会使攻击难度升高 本文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Transferability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应该叫做转移性 意思是对一个神经网络有效的攻击 可能对另外一个神经网络也有效 而作者在他们的实验中也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首先将用于攻击一个标准的神经网络的攻击 去运用在这个采用了Defensive Desolation的神经网络上 他们的攻击成功突破了这一道防线 于是乎作者最后点名 对于一个有效的防御算法 他首先需要去阻断这个Transferability 也就是这个转移性 最后我想谈一下我个人对这篇文章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提出的攻击算法是足够强的 然后是可以作为衡量以图片分类为任务的神经网络的鲁棒性的标准 至于这个攻击算法在其他神经网络上的应用就还有待研究 第二点我觉得他们在解释那个目标函数上 并没有给出特别仔细的分析 于是这个就提高了读懂这篇文章的难度 最后是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评估神经网络的鲁棒性 但是最后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去评估这个鲁棒性的上限的一个方式 但是至于下限什么的话还不太清楚 这一页就是一些我去参考过的一些资料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谢谢大家